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种软齿 镜子 橡皮圈 便利贴之类的赠品 我都想着也许哪天会用得上 于是收进了抽屉 一放就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衣服穿到自己都不喜欢了 也没到能用上备用扣子的时候 高官鞋穿了一个夏天 原装跟也不会烂 软齿 镜子 橡皮圈之类的赠品 更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一个抽屉堆放着活动中奖得到的一年免费日报 一个抽屉放着各种不知名的充电器 电源线 数据线 冰箱里过季的烘焙材料 药箱里过季的居家药品 鞋柜里生孩子前的高跟鞋 当妈后就再没穿过 衣柜里当妈前的S码衣服 尽管一两年没穿 但似乎还等着我把身材从L码调整回去 孩子穿小的衣服尽管送了一些给别人 但如今还有一项 梳妆台上各种没用完 却又喜新厌旧买回来的瓶瓶罐罐 自己的眼镜已经换成了400度 但275度的眼镜还在书房的柜子上 看过的杂志已经一大堆 连笔筒里的笔都有几只写不出墨水的 再翻到书柜最顶上的盒子 恋爱时期的所谓各种纪念品 有的竟然只是我去他那个城市的火车票 甚至一起逛街的购物小票 孩子涂鸦的习作 每一幅都觉得独一无二 异想天开 想好好的收藏 留待他长大戴看 于是资料夹买了一本又一本也不够装 买了新的东西 旧的又没有及时处理 所以家里东西越来越多 心情也越来越压抑 我曾经也一度认为是家里不够地方收纳 于是买了一个又一个收纳香包 煞费苦心地花了大把时间精力 分门别类的整理 我一直以为家里东西多又杂乱 仅仅是因为没有整理好 直到后来我知道了一种病叫囤积症 才瞬间觉得自己原来不是勤俭持家 而是有病 山下英子在《断舍离艺书》里说 不用的东西充满了咒语般束缚的能量 这些在居住环境里放了好几个月 甚至放了好几年的东西 只不过因为不是生鲜食品 所以才没有烂掉 但是如果从技能上来说 它们早已经腐烂了 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 就几乎等于是住在一个垃圾蛋放室 住在一个充满了咒语般束缚能量的垃圾绽放室 人怎么会感觉心情舒畅呢 可是 为什么要把这些垃圾扔掉这么困难呢 山下英子认为 扔不掉东西的人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逃避现实情 没时间待在家里 也没办法收拾屋子 找各种各样的事儿让自己忙碌起来 反正家里乱七八糟 也更加不想待在家里了 二是 执着过去型 过去的东西非收着留着当宝贝 留恋过去的幸福时光 三是 担忧未来型 囤的东西主要为将来不知何时会发生的事情着想 才发现曾经的自己 细致若于回不去的过去 又焦虑于不可知的未来 总之 就是成功地让自己没有全心全意地活在当下 有病就得治 先是从源头上控制满满满 这个对大多数女人来说还是有些困难的 特别是对衣服 鞋包 护肤品之类的东西 现在我会克制一下 护肤品真的快用完了再买 换起不用的能擦手擦脚擦身体的 尽量不浪费 衣服鞋子买一件进来 同时也要清理一件出去 实在买来不合适又不能退的 展卖或送人都可以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买之前放购物车冷静几天 如果过些天再看 还是很喜欢的就买 我发现有些东西过些天再看 已经看不对眼了 除了控制行不随便买买买 也要对现有的物品进行扔扔扔 先是对那些绝对不会用到的 也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东西下手 通通打好包放到楼到垃圾箱 任命小区保洁阿姨处置 比如那些小赠品 备用扣之类的 过期的报纸杂志 坏的家电也都整理出来 叫回收人员上门收走 不再适合的东西 再喜欢也要放手 能送人的送人 能捐赠的捐赠 有件我很喜欢的连衣裙 当时刚生完孩子只能穿加大马 第一次穿去上班的时候 有一个同事也非常喜欢 又不好意思买跟我一样的 后来没多久 我体重就轻了一个马 穿着有一些宽大 于是委婉地表示 想把裙子送给同事 希望他别嫌弃 没想到他特别喜欢 后来还经常穿着来上班 其他S码的衣裙 想着即使身材恢复了 那些款色和花式 也不再适合我的年龄 果断送给了弟弟的女朋友 他觉得看得上眼的 都让他挑走 还有一些冬天的 保暖衣物之类的 打包借给有需要的山区 那有的城市呢 有慈善收购点 只需要整理好 送过去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打好包 放楼道垃圾箱 任凭小区保洁阿姨去处置 至于那些代表过去的物品 像相册 奖章这些 是可以必须的纪念品之外 其他的 大都可以扔掉 要知道一些 经年累月的东西 是会散发出一些 陈旧的霉味 一年一年下来 这样的东西积多了 家里的气场 就跟博物馆一样了 一通扔扔扔下来 注意 这里的扔是清理的意思 但绝不意味着必须浪费 我本人是坚决反对浪费的 我还是主张物尽其用 有时候家里吃剩的面包 都会带孩子到小区里去喂鱼 不光家里杂乱的东西少了很多 竟然自己心里也舒畅多了 不要以为光现实中 囤积这些用不上的东西的毛病得知 囤积症还会以其他方式出现 微信收藏夹里存满了各种文章 当初只看了开头 觉得好就收起来 想等哪天有空再看 结果再没看过 手机上下载了各种好用的APP 结果除了占用内存 后来都没有发挥过作用 听说还有囤人脉的 三教九流的人都结交应酬 只怕将来有一天会对自己有帮助 但实际上真正需要帮助时 这些交情不深的人 他未必会帮你 而且你也不想去找他 这些本可以都认了的 但是收藏夹里的文章还是没删 手机APP也没卸载 那些交往不深的人还在微信里 不备注的话 对方换个头像昵称 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一般的囤积行为 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心理疾病 但多少都表现了 这个人过于焦虑未来 或者迷恋过去 长此以往 对人的身心健康 肯定会有影响的 俗话说 有舍才有得 什么都想得到的人 最终什么都得不到 清理掉一些家里用不上的东西 换回一个舒适整洁的居家环境 让每次回到家的感觉更美好 清理掉一些无用的社交 让每段关系都脉络分明 再好好维护 让情感世界更坚定 更有温度 清理掉一些心头杂念 让自己清张上阵地面对生活 每天保持身心愉悦 过好当下的每分每秒 毕竟过去回不去 将来还未来 只有当下 才是我们能把握住的 好了 那今天的这本文章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在文章末尾点赞 也可以转发到你的朋友圈 我是周周 我在江苏丹阳给您送去问候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安静陪着你 有些怀疑 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 哦 我的安静不怀疑 就别再提 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 明明知道你会走远 我还是拼命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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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的安静不怀疑 就别 再提 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 哦 一直到最后都我还相信你 才明白这一切都只是曾经 我的心 我的心陪着你把自己关进 哦 不要说你还在我不会相信 只好等所有的情绪都稳定 爱情本来就想起 哦 我很安静陪着你 有些怀疑 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 哦 我很安静不怀疑 就别再提 我只想让你回到最初的记忆 我只能复着你 在不脚的心中 你可以在不脚的心中 我只能复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